容祖兒現身雙台 宣傳新歌一種永遠 提到早前去韓國 跟Big Bang勝利錄合唱歌 他就大讚勝利很聰明 還說除了年紀太小之外 是自己喜歡的類型 經過勝利的處理下 是有一個很意想不到的效果 很好 很精準 要求給我的指導 他亦有rap 有幫我唱和音 用廣東話和英文 這件事是很驚訝的 這首合唱歌 畢竟都是演唱會的主打 會不會都請勝利來做嘉賓 其實我有考慮 不過他將會入午 所以應該就 應該不行的 剛剛我開演唱會 剛剛入午的時候 太陽就 應該會來的 天上那個 過年的時候 明年就預言Joey 未來兩三年會結婚生仔 他不是說我因為工作 而錯失了很多機會 其實我告訴你 因為我的工作 錯失的不單是因緣 有很多 所有事情我都犧牲的 所以我覺得 我的下半生 我要追回 但是 不單是因緣 但是 有些事情 我都會覺得 不能夠刻意的追求 所以我刻意不追求 希望那件事會發生 刻意沒有計劃 刻意不追求 等他 但他看不到 看不到 然後他就會來 遇地暖 什麼暖都可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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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吧 行外 行內 行中 都無所謂 人就行了 現在去到一個位